我爸是首富,我妈是顶流 我是因为打人被骂上热搜的暴力女 后来我妈接了一档亲子综艺 一段时间后,我因为又美又撒又上热搜 全网直呼我打得好 我在学校一亿抵舞,到打平学的视频上热搜 卧槽,下手真狠 要是我女儿在学校被她这么欺负,我一定找她拼命 小小年纪就殴打同学,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女儿都这样了,废母是怎么教的 家庭环境肯定也差,说不定父母就是这种暴力团 新闻出来当天,我爸生意也不谈了 我妈戏也不拍了,两个人把我堵在客厅 严肃地看着我 我爸率先开口,关系问道 乖女儿,你手没事吧 没打疼吧 我摇摇头 我妈瞪了她一眼,质问我,为什么要打架 我说,那个叫陆小婷的代仇欺负同学 我去劝架还辱骂我,他们先动手的 我不过是正当防卫 我妈说,完了 我爸骄傲地挺胸,说,哪有这么夸张 你不是大明星吗,出面成亲不就好啊 况且,送女儿去学跆拳道也是你的主意 我妈白眼一番,把一本合同摔在桌子上 我刚接了一个亲子综艺,打算带念念去的 但她打的那个陆小婷,是一个综艺咖的女儿 这次他们门女也去 我妈冷笑了声,原本这是念念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 现在出了这种事,恐怕要被观众骂死 在他们担忧的目光中,我挺讯说道 妈,你放心,我保证低调,绝对不会给你惹麻烦 快跑吧妈妈,这档综艺最近很火 不仅是因为邀请的嘉宾,都是曾经的女鼎流 能看见他们优秀的儿女 还因为这是一档全程直播的综艺,没有剪辑飞幕 当嘉宾和她的女儿踏出家门的一刻起 就有摄像组全程跟随 录制当天,我们要离家飞往一座度假酒店 所有嘉宾要在酒店里度过七天 临出门前,我妈再三跟我叮嘱 那个综艺咖圈内都叫她新姐,性格强势霸道 嘴巴又毒得很,你千万不要跟她正面刚 咱们和和气气的,先忍待她们一星期 等回来再想办法给你澄清,知道吗 我点头如捣蒜,提取她话里的关键词和气 盲目蝶说,妈你放心 我妈看起来很不放心 但无奈,节目组的车已经在楼下嘴上 车上,我下意识掏出手机 微信消息已经炸开了 念念,你妈居然是思云啊 卧槽,我超级喜欢她演的剧 能不能给我摇一张签名 因为家庭特殊,我从小到大都已满了父母身份 现在已经公开,朋友们便炸开锅 但更多的是负面新闻,亏我那么喜欢思云 没想到她女儿居然是个暴力狂 思云那么温柔,偏偏生了这种女儿 这恐怕是她一生露五点了吧 能不能给她女儿打马赛克啊 我看着就想吐 眼看着评论越来越狂野 我妈对我温柔地笑了笑 车上就别玩手机了哦 念念,我一哆嗦 她可真会装 不是她在家徒手披榴莲的时候了 我妈在营入前的形象是温柔之行 于是在下了车 面对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箱时 女妈为难的醋眉,这么多,可怎么搬运呢 为了展现姐妹组的人性化 她们特别设定了工作人员帮忙搬行李的环节 看起来是个小事 但很容易博取观众好反度 其他嘉宾都陆陆续续下了车 正感谢工作人员帮忙搬行李 而我们这边 我妈刚说完这句话 我就在所有人目瞪口呆的神情下 左手跨两个大包 右手立两个箱子 背上再扛的登山包 满脸矜持的说,走啊妈 当我负重出现在镜头里时 弹幕集体炸开锅 沈念念,这是什么怪力女啊 太吓人了 难怪一个打五个还一点是没有 这么大的力气下手得多重啊 陆小婷肯定躺死了 暴力女赶紧去死好吗 还有脸出现在陆小婷面前啊 哈哈,快了 陆小婷的拉大心结 可不是个卵柿子 速得拿捏死这个暴力女 机场里工作人员类的满头大汗 我神色自如地放下包 这时,一个阿姨走过来 她的身后赫然跟着被我殴打上热搜的陆小婷 她倒是会装 她让我后露出夸张的害怕神色 好像那个在厕所里 揪着女生头发 按在水池里的人不是她一样 观众见她这样子 嘶嘶说道 乌乌真可怜 这是被打出心里阴影子吧 我妈的圈中是出了你们的威柔和气 主动向前跟新姐打招呼 新姐,早啦 新姐涂着红指甲的手搭在嘴边 笑得佛像是青楼里卖身不卖艺的老宝似的 大老远就看见有人扛两个箱子两包 我还以为是哪来的工作人员 没想到是女女啊 这气质倒是蛮阶地气的 你看平时没少动粗吧 哪像我们婷婷娇娇娇娇的 正经女孩子都干不出这种事啊 弹幕一片666 新姐好对 爽啊 暴力女就该这样对付 虽然我觉得新姐太强势 但个人自有恶人魔 嘿 沈念念也配跟新姐比 我垂下头看着我妈手被轻轻爆起 想起她说的和气 哦哦 这把高端局 看她还能忍多久 度假酒店在隔壁S市 一进酒店 工作人员就没收了所有嘉宾的手机 除了我们和陆小婷是从C市赶过来之外 还有其他三体嘉宾 分别从不同城市过来论志 其中有位歌坛天后 丈夫是日本人 听说儿子刚从日本留学回来 性格内向 而这次节目其他四组嘉宾的隐藏任务 就是帮助已经改名为 真甜牛子的歌后的儿子 让他走出自闭症 奖励是明年运动会的鸟巢明星 特邀前排管理券 我妈喜欢看游泳帅哥 为了争取前排 开着我的肩膀说 你是射牛 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于是刚踏入酒店 在看见那个穿着玉贴整洁的 DK制服的少年时 我就学着 我把那个奸商式的笑容 主动打招呼 你好啊 你叫什么名字 陆小婷刚才已经和他搭部话了 但对方连一鱼光都懒得给他 秉持着 因为自己淋过雨 就要把别人的散撕烂的信念 他走过来 运出出可怜的语气 冷嘲热讽我 念念 游戏心里很脆弱的 不理你一定不是故意的 你不要为难他 更不要欺负他 咱们这可是在直播呀 话音刚落 弹幕果然刷屏 小婷真的很善良很美好啊 不搞辞尽了一套 就算对方欺负过他 他也好心提醒了 沈念念这个暴力女 不会真的欺负真田有希吧 我丢 那岂不是都能丢到国外去了 我自以为笑的还算灿烂 谁知真田有希 连屁股蹲都没挪一下 像是个入定高僧 陆小婷见我吃别 想笑不敢笑 表情憋得很深有趣 这时 我妈走过来 纤细的桌布搭在我肩膀上 温温柔柔的说 有希常年在日本生活 或许听不懂中文呢 念念用日语和他打个招呼呀 陆小婷没忍住 暴露马脚 沈念念这个傻 傻得可爱的同学 还会日语吗 我自信的仰起嘴角 在我妈期待的目光中 我轻咳一声 你滴 什么滴干佛 我滴 花漂亮滴 问你滴话 你滴快快滴回答 我妈 真田有希 眼看着我还要继续开口 她忍无可忍开口 闭嘴吧 弹幕飘过一片 哈哈哈哈 沈念念是不是缺心眼子啊 太好笑了 思云肯定是想让女儿展示一把外语 好拨一点好感的 没想到搬起石破砸自己的脚了 有一说一 我觉得没毛病啊 在我们自己的节目里 还需要怎么讨好日本人 就是 陆小婷刚才那副场赶着八点的自态 我反而看不惯 一时间 弹幕就着该不该讨好真田有希 爆发的激烈的争吵 等我走嘉宾收拾行李 顺便展示好物 打完广告后 已经临近中午 为了节目效果 开午饭前 节目组准备了私民牌缓解 我看着一众贵气端庄 拿枪拿掉的女明星们 深感节目组视策 要让这些女明星 在镜头前放下架子 恐怕比登天还难 节目组把十个人带到房间 发给我们名牌 让我们互相踢好后 就宣布比赛开始 果然 女明星妈妈们 你倒过一下 我捅公理一下 毫无斗志 就在导演鬼迷日演的时候 有出场吗 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接连四下两个女星 背影女儿的名牌后 端魔爪伸向了陆小婷 他妈星姐 这女人很脱辣 已经发现我的动机 腔掉也不难捏了 把贴着名牌的后背 交给陆小婷 正面对着我 满脸虎视眈眈 我伸手极好 左右乱窜 星姐忍无可忍 开始魔法攻击 双手一只脚一跺 退 退 退 我 下一秒 我妈在她们身后 扬起手中名牌 撕到了 或许是没有想到 我妈这么轻易得手 两张名牌接连丢失 激起了星姐母女的斗志 她们势必要夺回名牌 朝我和我妈 展开了复仇者联盟行动 星姐原本就是个 颇大的性子 她需要刻意装温柔 具体参考我 陆小婷在学校作威作服 横行霸道惯了 上午装了会小绿茶 浑身难受 瞬间破防卸下伪装 具体参考我妈 于是四名牌大战 就演变成四逼大战 双方四的难舍难分 星姐美女更是撕红了眼 诸如我成你妈的 你个小成种 看我弄成你等等话 从她们嘴里爆出来 简直让另外三组嘉宾 目瞪口呆 比现场更激烈的是 直播间弹幕 我没看错吧 星姐这么猛就算了 陆小臣这是什么鬼 沈念念这么过分 谁不急眼啊 这不是很正常 你们看沈念念 对陆小臣如雨 像是斗狗似的 自己却办了没事 还趁乱撕了两张名牌 说真的 这个暴力女的身手是真不错 她好淡定啊 全程一句脏话没说 我有点黑转粉了怎么办 楼上的喜欢暴力女 也不怕自己以后被向人暴力 这场战争 终止于陆小臣的鞋子 被我拔下来顺手一甩 结果甩到了 真田影西的脑袋上 她脸色绿的发黑 用标准普通话说 够了 紧接着 把那双鞋子 狠狠扔出实际医院 满脸贵气的转身离开 陆小婷 虽然陆小婷 母女的魔法攻击很强 譬如口水喷得我满脸都是 险些被我淹死 但物理攻击 显然还是我和我妈更胜一筹 于是比赛结束后 我俩神经气爽 他们则头发散乱 衣衫凌乱 我像是经历了一场入室抢劫 导演满脸抽搐的宣布我们的胜利 陆小婷也终于慢慢冷静下来 看着满目狼藉 心如死灰 她忍不住哀嚎 恰好镜头对到第二女 给到陆小婷时 她破口大骂 我的鞋子呢 等陆小婷蹦蹦跳跳地剪回鞋子 坐在餐桌边后 我妈和新姐 已经恢复了往日端庄的模样 坐在餐桌边熏了仪 新姐插了一太罗肝 小得非常用力 眼尾挑剔我妈 没看出来呀 你手劲还挺大 哦 刚才我妈趁烙薅了她一把门发 我妈温柔地笑了笑 哪有 平日连瓶带都是念念给我领的 我跟着点头 心里祈祷 但愿综艺结束后 她不会把我当瓶带领 这时陆小婷会哭啼啼地走过来 妈咪 新姐心疼地抱住她 怎么了 你刚给我买的新鞋子坏掉了 怎么办 这是你从美国给我买的生日礼物 要不是给你参加节目 我都舍不得穿的 新姐安慰地摸摸她的头 没事 妈咪再给你买 又转头一味身长地瞥了我一眼 谁叫你惹到了一个暴力狂呢 只能自认倒霉了 以后你看见她就离得远些 否则妈咪也不知道怎么保费你呀 二人母女情深 弹幕又炸开了锅 陆小婷真可怜 生日礼物都被暴力女糟蹋了 暴力女也太恶心了吧 玩了游戏有特要弄认真吗 把人家鞋子都弄坏了 就是节目组也不妨管嘛 看看她都被欺负成什么样了 我不知道弹幕上的动静 只知道刚才私民牌没收助手 又不小心欺负了陆小婷 但愿没被骂死吧 我妈看他们演戏 递给我一个警告的眼神 我知道我知道 要和气 为了宣扬和气的林燕 下午导演总让我们去农场 自己采办晚上的烹饪食材时 我非常和气地跟在陆小婷身后 打算买些她爱吃的 但问题是我不知道陆小婷爱吃什么 不过我沈天面向来擅长解决问题 于是当陆小婷挽着心姐的胳膊 在一个鸡卷前面停下来 并眨巴着苍蝇腿式的假睫毛 满脸天真的说妈咪 你看这些小鸡好可爱哦 这时候我误了 原来她喜欢吃鸡肉 下一秒 我抢到她面前 说 等着 我去给你抓一只 陆小婷 她来不及阻拦 我就已经把她鸡卷冲了进去 奈何散养的鸡太难抓 我费了好大的功夫 切身体会里把鸡嘴狗跳 等我终于气喘吁吁的捉住一只 笑呵呵的扭头时 就看见陆小婷和她妈目自欲裂的愣着我 他们精心打理过的头发 和挑选搭配好的衣服上 不同程度的沾着鸡毛 看起来不像是欢天喜地七千里的扫把形 三秒过后 心姐爆发忍无可忍的尖叫 沈念念你故意的吧 直播弹幕快速被一片6666刷屏 哈哈 沈念念 虽然很随 但好好笑 楼上的你不是一个人 扣一佛祖陪你起笑 我发现这暴力女还算有优点 至少抓鸡还挺快的 哈哈 过年我爸在家抓鸡 就是这个样子 思雨的女儿居然这么基地气的嘛 搞不懂有什么好笑的 她明显就是故意的呀 就是变相欺负人了吧 没家教 一个女孩子家家的 还这么抓鸡 真的一点素养都没有 又喝 楼上的是丑女吗 女孩子怎么就不能抓鸡了 都2022了 居然还有这种言论 孩子 大清忙了呀 线上吵得不可开交 线下倒是一片祥朴 当然这是我以为的 晚餐饭桌上 我在陆小平除除可怜的鸡鸡这么可爱 怎么可以吃鸡鸡的目光下 把一个大鸡腿塞到他碗里 吃吧 专门给你抓的 想起那些回忆 他脸色一黑 我不吃 这时 一直笑而不语的真甜油字 突然开口道 不吃给我儿子 他最喜欢吃鸡腿了 我文言一货地 转头瞥了一眼 真甜有戏 少年正是前方 面不改色 拉你别胡说 我把另一个加过去 吃吧 哈 晚饭过后 是在歌载舞真情后动缓解 陆小平自小学舞蹈 功底扎实 在众人吹捧声中 跳了一支舞 收获了一栋好评 弹幕夸她是什么天鹅公主 什么孔雀公主的 总之是非人类动物 完事之后她一台下巴 挑衅地看了我一眼 念念 你妈妈虽然那么红 你肯定也会很多彩艺吧 趁这机会展示一下吧 话音刚落 她妈一唱一鹤 她展示什么 胸口碎大时 还是粗手劈板砖 可算让他们摆着机会了 但我也不怯场 上去接过话筒 眼神往下扫了一圈 看见我妈戳戳眼皮子 满脸写着大事不要 看不起我似的 以及坐在旁边 事不关己的真田有希 我没忘记我妈的任务 既然她小看我 那我就做好任务给她看 于是我指向真田有希 豪迈道 为了让有希同学 能够更快融入我们的集体 体验冰之如归的感觉 我决定唱一首 他们家乡的经典歌曲 众人啪啪啪鼓掌 纷纷猜测 我是要唱杜秋之歌 还是草帽歌 并向我妈 投去羡慕眼神 念念还不唱日语歌呀 思云可真是养儿个好女儿呢 下一秒 BGM响起 我在他们难以置信的目光中 深情并茂的演唱一首 奇迹在线 PS中文版 随着那句 我在破音边缘来回 试探的奇迹一定会出现 结束 真田有希终于硬了 全头硬了 以及原本被弹幕刷屏的 陆小婷真美啊 纷纷变成十年年真牛啊 就算看不见弹妹 陆小婷也知道自己的风头 被我抢完了 她不仅失去了 和真田有希搭话的机会 话题度和讨论度 也都被我抢光了 之后的整个真情流入缓解 任凭主持人怎么Q她 她都本着一张脸 好像坐在那里的 不是真人 而是她的影像似的 晚上九点 一天的流程走完 导演说 收工 辛苦大家 早点休息吧 然后就招呼工作人员 收起摄影设备 补光灯等等大家伙 大家都以为拍摄结束了 崩了一天的神经放松下来 真田有希黑着脸 毫不给面子的回了房间 把门摔得真田想 其余女星也都收起笑容 满脸疲惫的各自回房间 只有我妈 高跟鞋一踹 大啦啦往沙发上坐 指挥我 神烟面 过来给老娘揉腿 我习以为常的走过去 用我早已炉火纯青的按摩技术 给她揉捏着 我妈指责我 不是要你别跟他们起冲突吗 出门前交代的话 都忘到牛屁股里去了 我摇头 没有啊 我很努力的在和他们和平相处啊 我妈也是个情商逼的 维言疑惑的问我 那他们怎么脸色那么难看 我接着摇头 不知道啊 可能来大姨妈了吧 我妈点点头 等会烧点热水吧 来大姨妈吃脾气暴躁戏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 谁也没看手机 当然也都不知道 导演组只是收起了那些大家伙 而客厅天花板上 还有各个方位的隐藏摄像机 没过多久 陆小婷摆着那张四马脸 从房间里出来了 我妈见状 指了指桌上的热水 拿去喝吧 来姨妈是要多喝热水 好好养着 陆小婷也不是眼鼻子不是鼻子的 谁说我来姨妈了 我嘴快道 我看你一天都摆臭脸 还以为你姨妈来了 陆小婷忍无可忍地看着我 她积攒了一天的嫩气 终于在这一刻爆发 她倒了一杯热水 猛地朝我泼过来 大骂道 沈念念 你他妈装什么呀 明明就是你一直挑衅我 照着镜头面前 我不敢骂你 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 在学校那是我轻敌才找了你的道 还真以为自己厉害啊 我眼睛手快闪开 热水泼到满沙发都是 陆小婷叫我躲开更生气了 后头大骂道 你就是个垃圾 贱人 你以为你帮了那个女的 她会感谢你 我告诉你 只要我在学校一天 你跟她都比想我好日子 我劝你这几天本分血 不然你知道我爸是干什么的 我他妈弄死你 陆小婷并不知道 客厅有隐藏摄像机 她尽情发泄 指着我从副口本 骂到祖宗十八代 我和我妈都惊呆了 弹幕也惊呆了 足足一分钟的时间里 更好刷满整个屏幕 一分钟后 弹幕热闹得像是在过年 卧槽啊 我刚才看见了什么 听见了什么 我没听错吧 被像个脱腹时的破口发骂的女人 不是沈念念 而是陆小婷 陆小婷这段话 她骂量太高了靠 很难想象 是从那么温暖的她 嘴里说出来的呀 她话里的信息量也很高啊 你们难道没发现吗 陆小婷提到了另一声 之前就有爆料说 真正向远暴力的是陆小婷 沈念念不过是帮同学还击 我还不信 现在我信了呀啊呀 真的 当初新闻出来以后 大家骂沈念念骂了好久啊 全世界都欠她一个道歉啊呀 而且沈念念是真的仗义又善良 反观这个陆小婷 嘖嘖 人品高下利剑啊 陆小婷骂得真脏 有其母必有其女 恶心 亏我还关注了她 有她的私人账号吗 我想骂她去 楼上的带我一个 加1433223 弹幕吵得不可开交 我们这边的战争还在持续升级 陆小婷的骂声 点来了其他嘉宾的注意 心姐气势汹汹的 从房间里冲出来 宝贝女儿 你没事吧 被指着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后 我和我妈都纷纷回过神来 我妈看了我一眼 再看看陆小婷 温柔的笑容慢慢凝固 紧接着 在所有人的冲击结术中 我妈赤着脚从沙发上一跃而起 一巴掌扇到陆小婷脸上 用轻柔的声音说道 贱人也是你能叫的 有娘生为娘娘的东西 你是家里户口本 只有你一个人吗 所以导致你光脚的 不怕穿鞋了 没关系 你是孤儿 我女儿可是有人护着的 别以为什么狗东西 都能来我面前飞 她看着面前的用小裙 像是看着榴莲似的 下手快准狠 把她都打懵了 其余嘉宾纷纷露出小刀拉屁组 看了眼了的表情 一时间不敢上情劝架 心姐看女儿挨了打 吼叫一声 我给你拼了 面目猙獰的要扑上来打我妈 却在半路被我拦住 说你的对手是我 就你 好周二 但我好喜欢 身为跆拳道黑带一段 我耍心姐这种 托腹像是耍猴似的 于是我和我妈开始了女子双打 客厅里场面一度非常壮观 心姐本就不多的头发 又对我妈残忍地薅去了许多 加皮森赶紧过来拉架 他俩被拖开时 脚还在地上蹬 显得十分倔强 我妈则插着腰 像只斗圣的攻击 骄傲地看着他们 谁都以为没有摄像机 所以尽情放飞自我 却不知道 弹幕早已飞满了 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 哈哈哈哈 思雨我真的没想到啊 哈哈哈哈 他就是这么彪悍的吗 很难想象 邻国美人路里面那里 端庄温婉吹山的 思云扇巴掌的时候 居然这么爽快 笑死我了呀 他还自称老娘 我一直以为他很温柔的 好友反差 我更喜欢了怎么办 我刚才看见陆小婷 面子嘴脸 就想着能扇击巴掌就好了 没想到四六女就去我们做了 这是我的网络手屁啊 打得好啊 太解气了 看见陆小婷和那个星姐 这么超狂的烦 恶人自有恶人魔 没想到反转居然来得这么快 同一天 陆小婷和我妈相继他房 我和陆小婷也登顶热搜榜第一 之前害我被骂的狗血淋头的视频 也被重新搜罗出来 和观众们自发解许的快跑吧 妈妈骗到灵魂的打架 画面放在一起 戏剧效果简直拉满 而我妈 微博粉丝直线狂飙 终于突破了2000万大关 当然 对于这一切 我们是不知道的 打完之后 面对摄像机 戏还是要继续演下去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我妈看着陆小婷和星姐脸上的伤食 好心关心道 哎呀 怎么受伤啊 画像可就不好看哦 星姐咬牙切齿 被狗咬的 我妈点点头 懂了 一定有狂犬病 节目之所以叫快跑吧妈妈 是因为之后的环节里 有大量和跑有关的活动 比如被节目组设定的 NPC追着跑 背着其他嘉宾跑 过程中还要完成任务 收集节目组设置的小卡片 在被NPC追着跑时 真田有希和论小婷 通过随机抽签 匹配到一起 按照规则 必须一个人背着 另外一人满三分钟 否则视为失败 自动关进小黑屋 让真田有这个星姐 拿到卡片救他们 星姐赶紧给陆小婷递眼色 她满脸娇羞的 挪到真田有希的身边 麻烦你了 真田有希看了他一眼 对导演说 我弃拳 陆小婷 经历一场大汗淋漓的绝逐后 他俩终于被救了出来 又一轮抽卡 好死不死 我和真田有希抽在一起 他满脸会气的 看着手中的任务卡 大概也在思考 为什么自己这么倒霉 我拿着卡片朝他走过去 他赶紧后退一步 起唇 我气 拳子还没说出来 我就一把拽住他手腕 陆游芬说的 把他往我肩膀上一扛 真田有希 下午活动快结束时 我和我妈已经收集完卡片 悠哉悠哉的等着结束 这时 眼看着快被抓的陆小婷 看着我 集中生智 对NPC说道 沈念念在那里啊 他手里的卡片更多 游戏规则就是 谁手里卡片 多NPC优先抓谁 陆小婷话音刚落 NPC便嘶压咧嘴地朝我冲过来 三个人呈包围状 把我团团围住 一分钟后 我拍了拍手 解决了三个NPC 看着他们被捆在一起 动弹不得 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顺便 朝陆小婷走过去 抢走了他手中 仅有的几张卡片 但真实情况是 我在投影仪上 放出抗日神剧 指着上面的人物说 看吧 这就是手撕鬼子 他若有所撕地点点头 原来这个梗是这样来的 弹幕 我头笑飞了 沈念念真是科普中华文化第一人 听说真田家族 是日本第一采嘎 不知道父好本人 看到儿子这样不做何感想 但是真田有戏 真的开朗很多 也变得爱说话了 不得不说 沈念念是有点射牛 在身上 其实只是有点 这么仗义热情 又古灵精怪的女孩子 爱了爱了 别人嘴上思云 我粉上水念念 谁懂啊 昨天隐藏摄像机环节 带给了节目组巨大的流量 原本不温不火的综艺 因为我们的世纪大战 突然涌入了更多 奇奇怪怪的观众 他们都等着看 还能发生什么精彩的事 导演组吃到这个红利 晚上照就撤走摄影机 却并未告诉所有人 隐藏摄像机环节 于是就在我和我妈 在那边溜达消失时 全国籍观众 眼睁睁看着陆小婷 满脸阴沉的拎着一袋子东西 嘴鬼碎碎的潜入了我们的房间 十分钟以后 又挂着奸计得逞的笑出来了 我和我妈溜达回来到沙发上坐下 我俩都很泄气 刚才出去聊了聊最近表现 我们一致认为 观众肯定把我们骂惨了 我妈说 搜一结束后 出去避避风头吧 我点点头 去拿 我妈思考了下 马尔代夫怎么样 我神色更加严肃 我觉得不错 我们从避风头聊到 马尔代夫哪家的奶茶好说 直到甄田有希 便便有扭地站在我们面前 欲言又止地看着我们 我俩被迫终止话题 对他说 厕所在右手边第二间 甄田有希 他抿了抿唇 我不是要去厕所 我嗷了声 那你这满忍便秘的表情是 他深吸了口气 差点破大房 扔下一句 我刚才看见陆小婷 进过一个房间 就快速离开了 我和我妈对视一眼 五分钟后 我俩先追床单 从床垫上拔出来的 整整五十六颗细针 陷入沉思 这他喵的陆小婷 真是厕所里跳高 过分了 这是要置我们于死地呀 忍无可忍 文须再忍 我和我妈商量了一晚上 最终决定冒着她被骂到退圈 我被骂到出国的风险 也要教训一下 第二天一早 他俩神清气爽地坐在餐厅里 脸上带着兴赞乐祸的笑 我和我妈面无表情地走出来 辛姐搅和着杯子里的咖啡 挑眠一样怪气道 一大早脸色就这么难看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家有丧事呢 陆小婷也跟着笑 妈 他俩在哪里哪里就会气 还需要办什么丧事呀 我和我妈对视一眼 下一秒 他抢过辛姐的咖啡 拖到他脸上 我则把陆小婷吃了一口的油条 往他鼻孔里对 所有人惊呆了 来不及反应 两人跳起来惊叫道 你们干什么 慌了吗 摄像头可是架在这里的 难不成还要动手吗 我冷笑了声 把一袋子针摔在地上 你还真是绝处逢生站了两个字 我生了 大半夜把这个塞进我们床垫下面 这是要害死谁呀 辛姐跳起来 否认道 你不要服言乱语 这根本不是我们犯的 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 我妈容声张嘴 你是不是直肠痛大脑 减肥的时候把脑子减掉了 每一根针上面都沾着指纹 这是你们否认能否认掉的 辛姐闻言露出害怕之色 又转头问陆小婷 宝贝女儿 有这回事吗 陆小婷看我和我妈气势汹汹的样子 怕得往她怀里缩 抿着嘴不肯说话 辛姐哪还有什么不懂的 她安抚了女儿 转头中美指责我们道 小孩子不懂事 做错事改正就好 反正你们不也为事 到时你们 一大早就来兴师问罪 还动起手来 全国那么多观众可都看着 难道你想让女儿被网报退学吗 网报是我们的私事 而教训心术不正的人是公事 我妈点点头 说小孩子不懂事是吧 念念 我站出来 我妈指着他们 让你心意好好见识下 省的叫不懂事 陆小婷名女不断后退 你你想干什么 这可是公共场合 要是我出了什么事 可有那么多双眼睛看着的 就是 沈念念你的名声本来就很臭了 难道还想更臭吗 说起这个 我就更生气 揪住陆小婷的头发 把她按在地上 左右开弓 她把两巴掌打得她头晕眼花 沈念念 你竟然敢打我 你这个贱人 我一巴掌扇过去 砖打她的嘴 你是有尿毒症吗 嘴巴这么毒 一巴掌落下 这么喜欢咬人 就会猛场吃条狗 不如你明天来上班 又一巴掌 听说绿茶泡脚能治脚气 你还真是多才多一样 心结反应过来 立马扑过来撕打我 贱人 放开我女儿 你这个暴力女 她不提这三个字还好 一提起来我就更生气 转头一脚踹翻新姐 我厌恶地看着她 我可是打狂犬一秒的 你以为我会怕你 现场无比激烈 连导演都愣了好久 才回播神拉甲 直播弹幕比之现场 也不遑多让 卧槽 好帅呀呀 沈念念真的好婚骂 打得好几气 不宣布 她是我的事 原本还想心疼一下 陆小婷勇女的 可谁知道 她居然往人床垫上放针 可真够恶毒的 打得好 打得好加一 不真想亲手上去给她两巴掌 对沈念念转粉了 又美又撒 谁断 一时间 无数个话题冲上热搜 沈念念爆打陆小婷 沈念念又美又撒 沈念念的骂人隐露 直到警察来把我们拉走 我都还临时捕了两脚 警察局里 陆小婷和他妈鼻青脸肿 反观我和我妈神清气爽 常人一般都更偏向于弱势群体 何况陆小婷和他妈一进门 就开始哀嚎 警察同志 你们可一定要替我们做主啊 这两个女人是疯子 你看把我们都打成什么样了 快把她们抓起来 我妈露出温柔的笑容 疯子打人可不会对抓起来 在来之前 警察已经让我们各自打电话 通知了家里面其他家属 我爸一听 高层会议都不开了 忙不别说 乖老婆乖女儿 在哪个警察局 我来捞你们了 欢快的语气 不像是我们干了什么光有事迹一样 不过 我爸在隔壁C时 欣姐她老公就在S市 来得倒是比我八块 五倍熊腰 胖得像怀胎七月的男人走进来 大肩链子甩得胡胡生威 一进门就哄 谁欺负我女儿和老婆呢 陆小婷顿时楚楚可怜地扑过去 跌地 这人我有点印象 S是有名的爆发户 之前娱乐圈就传言 欣姐有个背景 很强的老公 没想到是他 警察们显然也有些忌惮 把男人去卖陈述了一遍 话没说完 爆发户像是老牛一样 风驰两声 打断 放屁 我女儿这么温柔 怎么可能会放什么针 证据呢 证据在哪 警察把直播间的录屏拿出来 我们这才知道 原来一直有隐藏摄像机 陆小婷原本在看见他霸达了以后 顿时神气起来的表情 立马崩了下去 爆发户扫了一眼 吃笑 我呸 就这么都不知道是不是合成的视频 就想定我女儿的罪 我女儿这么善良 肯定是怕他们房间冷 所以去问候一下 至于这个什么针 一定是他们弄出来栽赃陷害的 有人亲眼看见他放针了吗 没有的话 凭什么怪到我女儿头上 警察忍了忍 没忍住 说道 针上有指纹可查 就算指纹对上了又怎么样 想搞陷害怎么搞都行 倒是你们这些警察 只怀疑我女儿藏针 难道没看见 他们打人吗 你们是瞎了吗 警察罗头轻轻爆起 打人的事 我们会予以相应处分 但藏针是更大的事 啊 怎么 他们的命是命 我女儿的命就不是命了 你看看 他们把我女儿打成什么样了 一个处分就想了事 必须给我抓去做了 否则你们这个警察局 老子拖点关系 说被你们关了 就被你们关了 警察们汗如雨下 但也知道 碰上有的难缠的主 我正在旁边坐笔录 听见他的话 冷笑了声 转头道 你这个死肥猪 真以为自己是天王老子 警察局都跟你说关就关啊 吃几斤肉 胀肚子里 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 爆发负气的脸都绿了 指着我肥瘦的手指都抖动着 我什么我 这话说不利索了 刚才不还挺压力齿的吗 怎么 看着你公奶奶出现 害怕连一句完整的话 都说出来了 你这死丫头真是没较量 我也是你能骂的吗 我比你体重轻 比你瘦就不能骂你了 还是你三百多斤的肥肉 耽误你还我骂了 我之前还纳闷呢 陆小平和他妈妈没脑子 怎么还能嫁于前人啊 现在我知道了 不是一家人不禁一家门 我翻了个白眼 说我闻怒光 爆发护极了 和善士的手抄挥下来 丫头 感觉老子出言不逊 我就算在这里弄死你 那也是有自掌 我站起来 丝毫不畏惧的回事 哈哈 死肥猪 你要怎么昧死我 拿你三百斤的肥肉压死我吗 说着 挽起袖子 一副要干大仗的样子道 来吧 今天就不把你打得吐实 就算你拉得干净 爆发费气的回声颤抖 指着我对警察说 你看看 到底是谁欺负谁 我女儿那么温婉 怎么可能会招惹这种 没叫养的死丫头 你们赶紧把她抓进去 否则我连你一起灭了 警察下的脸色惨白 使劲对我使眼色 我张了张嘴 还准备继续开骂 这时 警察局门口停下一样兵力 我爹迈着脚尖的步子 满脸严肃地走进来 我倒要看看 是谁敢灭我女儿 多年以前 我不太理解 我爸是李刚这个狗 多年后的今天 当我看见死肥猪脸上 夹牙耳指的怒气 而瞬间变脸为 点头哈腰的腓笑时 大车大悟 刚才还指着我要灭了 我的死肥猪 这会殷勤地迎上来 沈总 您怎么亲自大家光临 我爸腻了他一眼 我必来 有些人都要灭我女儿和老婆了 爆发户瞪大眼睛 就连陆小平都站起来 难以置信道 沈甸甸甸是你女儿 哈 没想到吧 我爸没理他们 转头对警察说道 这件事该怎么查怎么查 我倒要看看 谁敢逊死亡法 警察感动得都快哭出来了 为了表达对我爹的感激之情 当天他们就把整件事 来龙去脉调查清楚 并且为了给广大等 结果的网友的交代 还把这件事最后的处理结果 公布在了网络上 陆小平一家人蓄意谋害 知法犯法不说 甚至还恐吓警察 装装罪行叠加起来 够他们在橘子里 吃好些日子的饶饭了 我爸也已经终止了 给他们公司的投资 等他们从橘子里出来 殷琳的将是破产危机 回到家里后 我妈第一时间联系了 娱乐公司的公关团队 请务必要把我女儿摘干净 还经纪人笑语语的 在电话那里说 摘什么呀 思云 你生个好女儿啊 我妈 经纪人说 还没来得及上网吧 你去微博热搜上探盘 现在女女儿热度比你还高 她的那些打人云场面 都被做成GIF图了 还有人搞了个什么 使命的骂人心剧 总之厉害得很 思云 有这么可爱的女儿 怎么不早点带出来 搞得我们以为她 拿不出手势的 我妈 经纪人继续说 还有你呀思云 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傻 比起之前拿枪捏掉的人设 明显你本人性格更讨喜啊 你看你粉丝 现在都快两千五百万了 继续保持知道吗 我妈 等我俩心情忐忑地打开微博 赫然就看见那些词条 高高挂在榜首 热度久居不下 神念念 我的新晋老公实在是太帅了 她打人民场面 我都可以做个合集了 好 这么帅 有没有考虑进军娱乐圈发展 你不管以后 思云就是我单方面的丈母娘了 啊 思云也好帅呀 这样的妈妈比你来一打 真的没想到 温柔美人赞起 家来这么傻 我突然能gag到思云美的点了 只说陆小晨他们家坐牢了 带得漂亮 强还是我们念解强 无敌母女 乐死我了 我默默地把网友们发的合集保存下来 心里美滋滋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因为出了状况 快跑吧妈妈自然录制不下去 只能终止 但这短短三天的热度 却堪比之前一整期 导演乐得嘴巴都合不拢 愉快的同时 又生怕我不妈找她麻烦 要求他们删掉结论 在事件结束后的第三天 我妈终于满脸严肃地 给导演打了个电话 导演心情忐忑 思云啊 什么事啊 我妈倾壳一声 郑重其事道 不是有运动会的鸟巢明星 特邀前排管理券的奖励吗 你看那个真田有希 和我女儿玩得那么好 这管理券 导演 她哭笑不得 立马应下 我这就让人给你带过去 我妈满力了 好的导演 于是乎第二年开吹 鸟巢运动会一经举办 我妈就带着我 兴冲冲地赶过去 我爸 当然是不可能带他的 我俩可是去看帅哥的 然而当我在第一排坐下后 一扭头 赫然看见 神色冷清念无表情的真田有希 我像是一尊乐山大佛式的处在哪 我跟他打招呼 哎 他不理我 于是我轻咳了声 说 那我说日语了 萨瓦迪卡 他忍无可忍 捂住我的嘴 这是泰语啊 白痴 是泰语啊